马斗福音 第十三章 在那一天,耶稣从家里出来,坐在海边上,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,他只得上船坐下。 群众都站在岸上,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,说, 看,有个洒种的出去洒种,他洒种的时候,有的落在路旁,飞鸟来把他吃了, 有的落在石头地里,那里没有多少土壤,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,即刻发了芽。 但太阳一出来,就被晒焦,又因为没有根,就枯干了。 有的落在荆棘中,荆棘长起来,便把他们窒息了。 有的落在好地里,就结了石,有一百倍的,有六十倍的,有三十倍的。 有耳的,听吧。 门徒们前来对他说,为什么你用比喻对他们讲话? 耶稣回答他们说, 因为天国的奥妙,是给你们知道,并不是给他们知道。 因为凡有的,还要给他,使他富足。 但是,凡没有的,连他所有的,也要由他夺去。 为此,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话,是因为他们看,却看不见,听,却听不见,也不了解。 这样,为他们正应验了伊萨伊亚的预言,说,你们听是听,但不了解,看是看,但不明白。 因为这百姓的,耳朵难以后,耳朵难以听见,他们闭了眼睛,免得眼睛看见,耳朵听见,心理了解而转变,而要我医好他们。 但你们的,但你们的眼睛有福,因为看得见,你们的耳朵有福,因为听得见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,有许多先知和义人,想看你们所看见的,而没有看到,想听你们所听见的,而没有听到。 那么,你们,你们听这撒种者的比喻吧。 凡听天国的话,而不了解的,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,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。 那撒在石头地里的,即是指人听了话,立刻高兴接受,但在心里没有根,不能持久。 一旦为这话发生了艰难和迫害,就立刻跌倒了。 那撒在荆棘中的,即是指人听了话,却有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,把话蒙住了,结不出果实。 那撒在好地里的,即是指那听了话,而了解的人,他当然结石,有结一百倍的,有结六十倍的,有结三十倍的。 耶稣给他们另设了一个比喻说,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,但在人睡觉的时候,他的仇人来,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,就走了。 苗长起来,抽出碎的时候,柚子也显出来了。 家主的仆人就前来对他说,主人,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?那么从哪里来了柚子? 家主对他们说,这是仇人做的。 仆人对他说,那么,你愿我们去把柚子收起起来吗? 他却说,不,免得你们收集柚子,连麦子也拔了出来,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。 在收割时,我要对收割的人说,你们先收集柚子,把柚子捆成捆,好燃烧,把麦子却收入我的仓里。 耶稣给他们另设一个比喻说, 天国好像一粒戒子,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里,它固然是各样种子里最小的,但当它长起来,却比各种蔬菜都大,竟成了树,甚至天上的飞鸟飞来,在它的枝上栖息。 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,天国好像教母,女人娶来藏在三斗面里,直到全部发了叫。 耶稣用比喻给群众讲解了这一切,不用比喻,就不给他们讲什么。 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。 我要开口说比喻,要说出由创世以来的隐秘事。 那时,耶稣离开了群众,来到家里。 他的门徒就前来对他说, 请把田间有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。 他就回答说, 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,田就是世界,好种子即是天国的子民,有子即是邪恶的子民,那撒有子的仇人即是魔鬼,收获时期即是金氏的终结,收割者即是天使。 就如将有子收集起来,用火焚烧,在金氏终结时也将是如此。 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,由他的国内,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,即作恶的人收集起来,扔到火窑里,在那里要有哀嚎和怯耻,那时, 一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,有耳的,听吧! 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,人找到了,就把他藏起来,高兴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,买了那块地。 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,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,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,买了它。 天国又好像派在海里的网,网罗各种的鱼,网一满了,人就拉上岸来,坐下,捡好的放在器皿里,坏的扔在外面。 在今世的终结时,也将如此,天使要出去,把恶人由义人中分开,把他们扔在火窑里,在那里要有哀嚎和怯耻。 这一切,你们都明白了吗? 他们说,是的,他就对他们说。 为此,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,就好像一个家主,从他的宝库里,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。 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,就从那里走了。 他来到自己的家乡,在会堂里教训人,以致人们都惊讶说,这人从哪里得了这样的智慧和奇能? 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,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,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伯,若瑟,西满和尤达吗? 他的姊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?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? 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,耶稣却对他们说,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外,没有不受尊敬的。 他在那里,因为他们不信,没有多行其能。